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的节目就先来讲一下今天的主轴 大户资金的龙年布局今天才真正展开 我这边瞧一下 今天才真的展开了 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个议题 就是礼拜五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市场上要消发很多的新闻 包括美超围的涨多拉回 不过其实美超围的逻辑是这样子 它其实是在我们放假期间就涨很大一段 就你实际上拉回的过程当中 单日回到20%这也很正常 就是一个互利老前卖牙毛 但是这个现象却要有很多人他去承受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说这次的行情 你看一下大盘 大盘其实在这个位置之间收了一个红K 先不管它指数本身的涨跌 开盘才去买等式赚钱的对吧 才会变成红色的 那么因为开春的这个缺口 它低点事实上是没有来失手 可是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是破了 那当然长线不是说它破坏 只是说你开春才买台积电的人 到目前是输的吧 所以我刚刚讲说大户资金 融年真正的布局 什么意思 因为大户资金事实上是买在这里 那不是融年 过年前就买了 那追在这边的人是为什么 追在这个地方的人 是看美国股市涨很多 我们在放假 所以他还追进来的 所以我上礼拜才会跟各位讲 最失败的操作就会有的 你低档不买 然后去追这里 那追的理由很简单 看到技嘉买不到 开太高不敢追 技嘉锁了 我只要买广达 完全失败的操作 一点逻辑都没有 怎么看都不对 周线的级别早就日出了 连月线的级别 都在两个月之前日出了 然后呢 有人他开春这里才买 怎么会对呢 所以这里说明一件事情 叫做什么 就是说很多人他 今年之所以赔钱 到目前为止 农年开春三天嘛 对不对 是因为你买的都是 农年大户布局的股票 你买的不是农年 大户布局的股票 对不对 我这样讲对吧 你们刚刚看到了嘛 会追高的 会让你赔钱的 会去买的 基本上都是农年 都涨过的股票 有没有那种 兔年都涨过的股票 有没有那种农年才上来的 其实今天是上来的啊 因为为什么 这逻辑很简单 你看指数比台积电强啊 台积电补缺口 那指数没有嘛 那是不是代表你把台积电 跟广达这几支旧的股票 拿掉以后 今年新布局进去的股票 人家今天是赚钱的 要不然你OTC指数怎么会上来 我这样讲没错吧 那么对于很多的AI 甚至于我们在前一阵子 跟各位讲IP的股票 也是一样的啊 今天会出现震荡的股票 通通都是在农年之前 人家都买好的 简而言之今天叫做什么 它说获利了解脉牙 对不对 今天就算你砍在跌停板 都能够赚钱的人 他的持股一定都是 农年以前 在兔年就已经买好的 所以我才会说 其实大户资金今天才是 真正开始布局农年的股票 所以这也告诉各位 所有的观众 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可以让你来买新的股票 这个非常好的机会 当然分成好几个方向 第一个叫做新的东西 第二个就是说 这些强制股 它本身在拉回的时候 也会形成一个买点 你比方说 开春有一个高点 拉回来到元宵节的时间 有一个买点 这逻辑也是通的 因为强制股 你说股王好了 你说股王难道 他这辈子行情就结束了吗 难道股王的行情 就是龙天开高一个就结束了吗 不是这样子吗 因为股王每次创新高都拉回 创新高又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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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创新高你当然也要拉回 但是拉回你敢买赚钱 拉回你敢买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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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拉回一样要找买点 所以大户的布局 我跟各位讲机会分成两种 第一个我们知道是什么 今天出来的全新族群 那是我获利了结的卖压 把资金转到这个地方来 有可能是一个高低位的转换 也有可能是在一个族群内部 从上游转上下游 从大只转到小只的过程 因为第二回合就会涨二线股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原来的主流股拉回的过程当中 我现在鼓励大家 如果你在过去几天 没有赚到主流的钱 你比方说像这个 神盾创新高 拉回会有一个买点 对不对 那你之前没有做到的 当然就把握这次拉回买点 比方说安国嘛 他被分盘交易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你创新高 之后被分盘交易 拉回来 他还会买点 那我就今天来讲几个事情 首先第一个 OTC是创新高的 代表中小型的股票 买台很旺盛 对不对 因为美国股市只要不交易 美国只要因为某种原因 什么股票下跌 会被影响到的一定是有挂ADR的股票 所以那些大型股会受到影响 很正常嘛 但是我们国内的股票就不受影响 对不对 国内影响不影响嘛 华晨都涨到哪去了 市电补涨一下也很OK嘛 市场上的资金也开始布局120了 对不对 头信也是买这个啊 买完了以后你看第一根赶追的 第二天基本上都有高点 有没有 水资源 国统都已经涨到这边了 对不对 市场上会找其他的水资源 在美超围本身出了一个开高走地 那当然因为美超围从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地方是300块美金 涨到1000块美金 三周之内涨了300% 他拉回20%合不合理 我觉得非常的合理啊 我就直接讲 如果我是在抄美国的钱 这个拉回我第一个首选 我就先买美超围 但当然时间上不是这样子做 首先为什么美超围会跌那么多 如果你是我们今天到的忠实观众 我问各位为什么在礼拜五的时候 盘中不管怎么追空 基本上都是赢的 很简单嘛 一个日落啊 一个日落就10%再加10%嘛 上升轨道在石均这附近 对不对 你要后天才知道 这个地方石均灌不灌破 纵使是如此 前面的五根12345 周级别的日落点一定在这附近嘛 你这个石均只要守住了 其实随时会反共啊 它顶多就像 辉达他上次一样 在高档做一个大横向整理就好了 至于就是说市场上在那边讲说 辉达周四的财报怎样 这样又那样 其实股价已经先跌了 财报就不重要了 除非你公布的前一天是创新高格局 那另当别论嘛 你出来我们大家就出嘛 对不对 你都已经先跌了 对不对 哪怕今天你出来什么数字 都是找买点的 那我们现在来讲 对我们台湾来说 立台呢 开在跌停板 盘中拉到快涨停 那这又怎么讲呢 那逻辑很简单啊 因为这两天都没有买盘啊 你买得到吗 所以今天早上开低的那个卖压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底部买进的人 成本在80以下的嘛 只有这种人会在利空当中 不计价的杀出啊 那你杀完了以后就没有卖压了嘛 为什么没有卖压 这两根根本就没有成交量 你哪来的卖压 早上会砍在跌停附近的 一定是这里买进的人嘛 对吧 那卖掉的人会不会买回来 也有可能啊 发现卖错了就追回来嘛 然后就变成一股脑的拉上去 明天应该会有卖压啦 因为今天早上赶去抢跌停的 单日赚了18% 你说明天会不会有卖压 早盘开盘他可能会短线先出嘛 因为他今天又不能嘎 大家都会说拉回早买点 很早能做到的原因 是因为拉回的时候 都是有事的时候 比方说明天稍微跌了20% 你说拉回早买点我相信 早上利台为什么不敢买 因为有事啊 这个问题就在于说 强势的股票没事不会回啊 只要回一定有事 你比方说安庄国回 有没有事 有事啊 你分盘怎么没事 我有事啊 老实我不敢买 分盘交易不敢买 一定有事啊 所以强势股拉回 不会安然无恙给你拉回啊 一定有事啊 所以拉回强势股的买点这件事情 很多人嘴巴讲得很好啊 实际上的人生当中很少人做到 原因在于什么 你要跟世界为敌 虽千万人无往矣嘛 这啊 没差尾的啊 跌厅敢不敢买 对我来说没差啦 反正当时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很早之前 我们就跟各位讲过了 对吧 小船壶嘛 从那个时候九十几块开始涨 涨到这个地方已经快要两倍了 九十到一百九两倍 两百趴啦 刚好一倍 对不对 你说你赚一倍你会先出 一定会 所以你赚到跌厅我也不怪你 对 只是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认同拉回要找买点这件事情 你就先问一下自己 出事的公司 什么叫出事呢 分盘交易啦 什么 什么美股大跌啦 或者是说像这个 富士达啦 NB轴承这几支嘛 那日落 日落一个就开始急杀了嘛 对吧 新日新 哇 这个又开始出来讲 苹果这个会不会做 还不一定 可能延后啊 然后市场上又开始 耳鱼 就是议论纷纷嘛 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股票 只要你拉回 通通都有一个负面消息 那这里就来了 我现在问你 如果市场上没有苹果的 那个什么折叠机 然后如果说这个 美超委的财报不好 对不对 如果说安国我要关你紧币 两个礼拜 本来你想要买的这个股票 你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你其他事什么都不用讲 因为强势股拉回找买点 这件事你根本做不到 你会拿利空来解 就是表示你很注意基本面 但是这件事情 如果你在意基本面 很抱歉 你就做不到 因为跟你的认知是相反的 对吧 跟你认知一定是相反的 要不然它怎么会跌 它怎么会跌 股票一定就是 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你才会跌 但我们现在在谈的是 强势股要拉回找买点 所以你就必须要怎么样 不在乎基本面 我讲这句话不过分吧 把产业面 把基本面把那种抛开 忘得一干二净 这件事你才做得到 要不然就别提了 你别提了 真的别提了 这世界上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 当你认同那个基本面 你才出手 你的下场就是广达嘛 对不对 两个月前为什么不买 因为当时回答没有涨啊 我现在认同了哦 回答上来了哦 美财卫上来了哦 我认同了哦 国际股市上来了哦 你追就是高点 节目前面十分钟 只讲一件事 忘记基本面 你才赚得到钱 这是指旧股票的状态 因为你一定是要发生了一个不好的事情 所以你才会拉回嘛 那你要赚到这个钱 你就只能把它忘记 看股价最准啊 对吧 来记家哦 涨多了拉回正常 这三支里面它最强的 因为它最早日出嘛 那我的做法很简单的哦 开春以来真正赚到钱是什么 小型股啊 市场型股没错吧 因为你是开春以来 我刚刚讲的那些都是开春以来 到目前为止是赔钱的嘛 刚刚我讲的那些是开春以来 到目前是赔钱的嘛 对不对 所以开春以来 开春就是上礼拜四 你就用一条很简单的概念去想 如果你礼拜四开盘才追 到今天为止赚钱的有谁 赔钱的有谁 那你就很简单就分出来 谁是熔年的谁是兔年的 我教事情最简单的 没有废话的 很明显就是小型的啊 好这至胜 这一档股票均好 等一下我再讲 人家带我们昨天的资料 来上选上礼拜四根 各位讲第一根嘛 三六三 这开春第一天 好今天震荡了 赚钱还赔钱 赚钱的啊 这是礼拜 礼拜一 这是礼拜一 好我们看一下光盛 这是礼拜四嘛 这是礼拜五嘛 这是礼拜一嘛 那开春在这边对不对 是不是赚钱的 对啊 好这星星喔 今天我们看到部分的资金 转到这边来 今天还有一个红结科 这些都是今天最新的格局 带了一个跳空 所以今天很明显的 有把获利了结的资金呢 转向位阶比较低的 新股票上面 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再来就是至胜了 那至胜这是1月24号 封关前 来我们看看今天 没错吧 没错吧 中股票就是真正的逻辑了 15号这天是礼拜四 再来16号 再来17、18放假 今天19号 今年的股票嘛 所以设备股没有错啦 注意一下除了半导体的设备之外 还包括什么 以前有一些面板的设备 PCP的设备 面板设备可以转半导体的设备 PCP的设备现在正在走主流 那这个就是现在的逻辑 再来就是我刚刚说的均豪嘛 对不对 今天是不是在创一个新稿 2月19号嘛 农年第二回合 就是跟各位讲这件事情 那今天就是有全新的股票 从底部起涨 再来就是说强势股要拉回这件事情 我会告诉各位 我们一定会做的 不过也先跟你们讲 就是说会拉回一定有负面消息 那如果说你的认知里面 你对这个负面消息看很坏 那我认为买点到的时候 你也不会下手 今天拉回的全部都有利空 美超委的利空 甚至于未来会打财报 或许你会挑毛 市场上会挑毛病也有可能 对吧 会告诉你说 没有办法拿出去年第三季 那种超级亮眼的成绩等等之类的屁话 然后美超委 然后有的人他可能会提到轴承 对不对 然后安国又分盘 都有利空啊 忘记利空 龙年的第二回合从现在开始 第一个中小型股为主流 第二个呢 强势股的拉回过程当中 在利空当中带你做进场 我认为今天很重要 今天的行情叫做两个字 机会 就是开顺之前 如果没有把握的朋友 这次总算拉回了 你当然要进场嘛 好好把握这些强势股的拉回点 我们再稍后做一下这个节目 广告 再来跟各位做说明 这融创 那你看这个是开工的第一天 拉一根红棒 对不对 对比当时当然是第一天 那这第二天跳空嘛 我们看一下三四三今天创新高之后 有一个获利了结的卖压 那这很正常嘛 今天带了一个大量 毕竟中间整理了这么久 这就是所谓的空头抵抗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到 有碰到亮灯那个位置点 然后卖压跑出来 那当然这个卖压包括了 从第一天开始 赚30%当然有卖压 前面套牢的也有卖压 就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讲就是说 实际上今天可以看到很多股票 它的卖压是来自于所谓的 获利了结的卖压 那也当然破底的并不是说没有 可是都不是市场上的主流 现在市场上的现金 大概分成两块 我就跟各位讲 在礼拜四 上个礼拜四 开春进来追的股票的人 你现在就分成两种了 你追究股票的人 尤其是那种在封关之前大涨的 轴承为代表 不然就是爱拼那几支 对不对 就安国 然后也许有安格 或者是说 神盾那几支 然后再来就轴承那几支 那你会发现说 封关之前的三天 有大涨的股票 基本上今天都在出 对吧 而且你不要用 产业上的消息来跟我讲 会拉回一定都有 产业上负面的消息 对不对 所以随便都可以写 比方说什么轴承的进度落后 那你落后以后涨上来 有跟你讲说轴承的开始 什么大量出货 对不对 讲这个就不用了 纯粹就讲价格嘛 你如果就出 强了就追 就这样子 那再来我们说 就是说 因此你要买在那个止跌点 那个止跌点转强了以后 日后市场上风向自然会改变 我在讲这个内涵 跟这个所谓深层的意义 交易者你会懂 但是对于操作股票 没有这么犀利的朋友 或者说你没有那么执着 在赚到股票加差这件事情的朋友 你对我讲的话会有误解 你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是听得懂的人我恭喜你 你已经了解股市是怎么回事 涨的时候你绝对找得到利多 跌的时候你一定不缺利空 你放心好了 如何让自己保持清明的心态 很简单 以价格为主 所谓的新闻这种东西统统扔到一边 对吧 就比方说你拿美超维这个事情 来讲 跌20%又怎么样 你可以放大20% 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 人家从300块美金 涨到1000块美金 只花了多少 不到20天 路边的一个美国小伙子 他可能赚了一台法拉利 人家随便砍随便扔 砍在哪里人家都是大赚 对不对 你要说运气不好 你只能说人家爽的时候 刚好我们在放假 没得跟 对不对 开春第一天你要忍住嘛 就像我上礼拜跟我讲的 你忍住 你别追到那种旧的股票的高点 那你就追到怎么办呢 只能说运气不好 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怎么样 直接抓刚刚上涨的 本来你股票就不应该买在 大涨一段以后啊 大涨一段以后你要买它 除非等它震荡或拉回 但是这有引申出来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它没事不会拉回嘛 有拉回一定有事 你要怎么去 抛开那种内心的枷锁 邀请你们 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们的机会来了 这一次强势股拉回就是你们的买点 第二个我继续讲 内需的东西 在这一段强势股整理的时候 它会开始出现市场上的发挥 那么 这个就可以怎么样你知道吗 就是好比说 你有三百万的资金 先让自己拼到五百万 再来低肩这些强势股 这是不是一举两得 那我们看一下永洁 事实上犯上药家族 这是一个新的事例 这是一个新的事例 今年非常的强 讲到这个不免说出来一档股票 这股票叫四季 你们知道它今年为什么那么强 它是有故事的 你们知道吗 市场上有一股新的事例 比什么你听到那些都还厉害 范上药家族 里面有六档股票 那我再继续讲 先进光今天创新高 来这个非手机的那几支 对不对 你看今天包括郁金光都有 其实走势是不错的 那这也跟AIPC 其实讲起来是有合理 好那我们看一下当时在这个地方初步转强的时候怎么看 因为你过前高嘛 那重点就是在于那个底背离 这一根没有下去就是关键了 正常来讲你空方 这里做一个M头 颈线不过的话你应该要破下来 对不对 有M头不破就不是M头了 那叫底部 做头不成反成底的正常 最强的在印记身上 那你就说行情难道不是中小型的股票吗 对吧 铃声是MAS封测嘛 另外一个是阳明光 因为这三个都是AIPC的概念股 阳明光有回头影 AIPC就两个嘛 一个是麦克风一个就回头影 不然你还要抓谁 魏华科 那我说的半导体设备 没错吧 好 当时在这个位置已经有跟各位做过说明了 设备股是这次的主流 那今天有涨到信音 也是一个AI概念的连接器 所以你看一下建通 这些都是连接器概念 这张股票 那我就只说一次 日后会跟大家公开 连勇去一栋IC 今天有拿到新的资金 还有上营 这些包括宏杰克在内 都是原先的旧AI资金 移到新的股票上面 去卖这也是在深水的概念 我刚刚说过水资源 好 陈妍注意一下 生计股在这个地方的转强 是其来有致 你看一达 今天在这个地方创了一个新高 它是新耀股 前一的话就是设备股 一个看营收一个看进度 熔年的第二回合来 中小型股加上国内的政策股 中小型股加上国内的政策股 在强势股拉回整理的过程当中 会先由这个地方来做发动 元宵之前先拿下第一桶金 播电话进来 明天我们就进场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生评估 并似不投资风险 明天我们就在做八道质 听门 听门